大方广圆诀修多罗了一经 在之前我们听到了连生活佛解释经文中的 世诸众生清静绝地 在开悟者的眼中是如何看沙婆众生的 这里头有非常深的道理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连生活佛宝贵的开始 我也讲过一句话 将来你们下道这个第一道 你们在受苦 你看看那个阎罗王是谁 那个阎罗王就是我 为什么敢这样子讲 因为这个佛本身啊 他放了很多道的光 到六道众生去 那在那里转化度众生的 仍然是这个佛 所以在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恶鬼 畜生 种种 种种的道众 你只要成就了佛果 你任何一道 你都是在度众生的 你没有成就佛果 你不过是度 有言 有情的众生而已 那些无情的众生 你还度得了吗 所以你不过是做一些有言有情众生的这个利益的功德而已 你没有办法去度那些无情无言的众生 这算什么功德呢 所以还是成就佛果最重要 你今天你自己假如成就佛果以后呢 你把六道众生都可以度尽 你今天没有成就佛果 你就没有办法去度那些无情无言的众生 所以我们做善事当然要做了 我不是讲说叫你们不要做善事 小善 小善果 还是要做 积小成多 还是要做 你是在修你的慈悲心嘛 对不对 也是方便法嘛 虽然是很小的功德 还是要做 但是你要体会到 你自己修成佛 才是最大的功德 你自己不修成佛 光在那边做蚂蚁搬家的事情 把这个米搬到从东方搬到西方 从西方搬到东方 搬来搬去 说要给那些人吃 就是在做蚂蚁搬大名 把这些钱 东方的钱移到西方 西方的钱移到东方 这个东方的钱移到南方 南方的钱移到北方 这个就是功德 让有些人吃得好一点 穿得好一点 让有些人不哀饿 不受动 然后到最后 同样一起归入涅槃 这个就是功德 这个是成住外空的因果跟自然 不是功德 你要真正得到最大的功德 你就自己成佛 成那佛把光去造所有的有情无情的众生 这个是最大的功德 其他是小 一粒沙 一粒米的功德 所以佛陀 这个注释的时候 要所有的弟子 这个成就的 就是要发这个内在光 要放光 要发清净光 要懂得空信 你懂得空信了 哪里有六道众生 哪里有四圣六凡十法界 通通归于清净绝地 这个是最大的功德 其他的芝麻功德 这样懂了 听得懂吗 你成佛啊 就是清净绝地 才是最大的功德 你不能成佛 你做的功德 就是芝麻功德 所以我讲 这句话 是自众生清净绝地 含义非常深 非常深的 它的含义 就是深的比海还深 高的比山还高 没有所谓的内 也没有所谓的外 不是那么简单解释几句话 这样子解释下来 一般人是知道 但是不懂 你知道真理了以后 你要实修 去体会 去深入 去了解 去开悟 这个是靠实修的 理事明白了 这个理论上 通通大家通通都清楚 但是实际上 你的妄念 你的无知 你的分别 不平等 还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就是要你 靠你实修 去破除 当你实修去破除 这些以后 你的理论通了 你的实修也通了 这才是真正的 这个成佛 真正的正德的 这个清净 严洁的静定 好 我们今天再继续讲 严洁经 今天讲 身心极灭 平等本纪 身心极灭 就是没有身心的差别 身心也就是平等 身可以讲是物质的 那么心就是讲心灵的 也就是说 物质的跟心灵的 都已经变成完全一样 那一切众生 也就是平等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那个境界里面 都是平等 而没有分别 这个谈到这个 这个极灭两个字 这是很深的 也就是说 这个佛陀 一向就是以极灭两个字 来象征这个最高的这个境界 那么我们人生啊 那么我们人生啊 所追求的 一般都是属于有 但佛陀的真理里面啊 却是讲无 讲空 讲无 但是无跟空当中啊 又不是绝对的空 也不是绝对的无 这个空当中 还有他的乐趣在里面 就是两面的 身体的 中文字幕总统 无法 无法